來到公園 兒童溜滑梯下方的金屬隔線太過尖銳 外頭沒有妥善包覆 讓人擔心不小心撞到會容易受傷 很明顯就是會有一個 因為它的材質 它是一個有殺石的那種材質 所以它前面的地方它會比較軟 軟的時候呢 如果一旦陷下去的狀況 就可能就會導致跌倒 令人擔憂的 還有這個公園中央重要的歷史建物 大沙灣實為宜購 也沒有完整解說和保護措施 里長擔心開放之後會遭到破壞 沒保護措施的話 倒是風化啦 破壞啦 都會接種而來 為了縫合大沙灣實為宜購 法國公墓 太平輪紀念碑 要塞司令部 校官眷設等重要文字點 市任府從去年開始 執行基隆沙灣地區 歷史環境願景再生 既城市景觀再造計畫 中央公園預計在今年10月完工 但市議員張浩漢卻發現多項缺失 希望市政府能夠改善 那目前我們的這個公園跟人行步道的 春天計畫預計在8月底前能夠完成 那公車處的部分的話 原本的陣令的時間 大概是要到9月到10月這一段過程 才能夠把它整體的完工 那所以為了配合整體的公共安全 我們也要求市府的一個個單位 那做好所謂的安全上的一個措施 那避免人流來了之後 那進出工地 然後造成公安上的一個問題 那也希望說這個工程能夠盡快的一個完成 那提供給我們市民朋友 全台灣最漂亮的古籍公園 經過會刊 汪阿菊表示 已經規劃考古遺址增設解說牌 並增加禁止跨越的告示牌 至於公園六滑梯金屬隔線和照明部分 杜發術表示將會一併改善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